男人身体的这几种变化 说明刚和别人温存过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婚姻 都应该保持忠贞 忠贞不是一辈子只让你爱一个 但当你爱一个的时候 就不能对不起他 出轨是绝不能姑息和容忍的事情 极大伤害了两个人的感情 对婚姻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男人在长期平淡的婚姻中 容易耐不住寂寞 而为了一时之乐一时之欢 婚外偷情 但常能再好 也会有蛛丝马迹可循 男人要是有这几种表现 说明刚和别人偷过情 一到家就洗澡 衣服也藏好 刚偷过情的男人 生怕身上残留什么痕迹或味道 到家就立马洗澡 希望可以冲洗掉一切 衣服上生怕残留些蛛丝马迹 立马把刚穿过的衣服换下来 并放一个女人暂时看不到的地方 一有时间就自己处理掉 啊 倒头大碎 刚刚偷过情的男人 会显得异常疲惫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刚刚体力超知 实在很累 到家难免倒头大碎 和你也没什么交流 三 手机不离手 刚刚偷过情的男人 手机是敏感物件 上面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 快成了电视炸弹 手机一响 他就立马自己查看 然后按掉 有时电话在你面前也不接 手机根本不离手 根本不给你看了任何机会 四 不会和你亲热 刚刚偷过情的男人 已经精力耗尽 对你没什么欲望 更没有那种想法 根本不会主动亲近你 即使你主动亲近 他也提不起那个精神 会找各种借口尝射你 都不知道有多久没碰过你了 五 不会关心你的事情 刚刚偷过情的男人 根本没回过心思 根本不会去关心你 不会在意你做了些什么 买了些什么 甚至你有些什么变化 他都发现不了 更不会主动顾问你的事情 六 异常的冷漠 刚刚偷过情的男人 对你异常的冷漠 和你没什么话题可聊 基本上是零交流 更不会和你开玩笑 嬉皮一下 只是一直严肃地板着脸 感觉藏着很多 你不知道的心思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 担起自己的家 养好自己的女人 有再多的劲 往自己的女人身上使 有再多的精力 多操心操心自己的家 婚外偷情算什么能耐 真以为自己还不赖啊 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叫什么事 能不能对得起祖宗 只会让你背上一辈子的骂名 得不到好的报应 宝贝 元宝贝 背论